各位貴賓 各位合作夥伴 各位媒體的朋友 三立所有的同仁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想 今年是三立的30週年 今年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日子 所以我們有邀請了一些 我們的貴賓 來參加我們今年的尾牙 因為人數有一點多 所以我就不一一唱名 所以我們三立的同仁 來給我們的貴賓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不好 謝謝你們來參加 謝謝你們 剛剛各位影片有看到 我已經把 這個三立的 這部大車的鑰匙交給高總經理 兩年了 各位覺得他開得好不好 蛤 他真的比我好 然後又穩 我們讓他繼續唱還好不好 好 專業品質正能量 專業我們用專業去拼收實力 品質 我們去年得了15個新聞的大獎 在越界 領先第一名 有同仁問我說 董事長我好像很久沒有看到你了 你都在忙什麼 我說我在找一部車來開 那現在還在找 或許 用租的也可以 或許用買一部新的也可以 那 那講白話就是說 不是說 我們要去投資一些公司 或是說去併購一些公司 讓三立能夠多元化 能夠永續的經營 或許 明年這個時候 我就跟各位 來分享這個好消息 所以 我不會嫌下來 我永遠在各位的左右 好不好 最後 我再一次的感謝高總所領導的團隊 辛苦你了 三立有最強的團隊 三立有最強的同仁 你們是最棒的 我們 讓我們一起邁向更好的2024 最後 我祝福大家 好運龍來 財富健康 龍中來 謝謝大家 謝謝